法治晚报看法新闻 记者称光与东19年前 廖海军被认为杀害同村两名女同被判无期徒刑 廖海军的母亲黄玉秀和父亲廖友 则因包庇罪分别被判刑5年 2009年最高院撤销了原刹判决 2010年廖海军走出已经被关了多年的监狱 直至2016年5月 唐山中院对该案开庭重审 但从那次开庭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 法院一直被下达判决 廖海军拿判决书给妻子看当事人公图 2018年8月9日 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审被告人廖海军故意杀人 廖友 黄玉秀包庇在审方回重审一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并当庭宣判廖海军无罪 廖友 黄玉秀无罪 8月14日 廖海军从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拿到了判决书 记者发现 该分判决书中 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评判中提到 根据案发后 对廖友训案时期身上出现的商级书院治疗等情况 不能排除侦察机关对原审被告人 廖友存在刑讯逼供的可能 廖友的供述依法应预排除 廖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评判决 原审被告人廖友供述可认定为非法证据 依法应预排除 廖海军首举无罪判决书当事人公图原审被告人廖海军 黄玉秀辩护人所提原审被告人廖友供述事嫌刑讯逼供应 与排除的辩护意见 经查 1999年1月25日 原审被告人廖友被第一次询问 此日十五十三十分原审被告人廖友创伤中 毒性羞恶 急行肾衰 左伤左肩背部 腰底部 双臀部 双大腿后外侧软足致挫伤 代谢性肺中毒 并未驻院至同月28日 同日九十因急行肾衰竭转院治疗 至同年3月6日 原公署机关对原审被告人廖友 在被审讯期间 入住迁西县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五医院 那事实无意义 据此不能排除侦察机关 对原审被告人廖友存在行事逼供 不可能原审被告人廖友的供述 依法应与排除 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审被告人廖海军 虽度过有罪供述 但庭审中 又推翻有罪供述 且廖海军的有罪供述 与证人证言之间存在矛盾 证人证言之间亦存在矛盾 不能得到合理解释 顾廖海军供述的真实性存疑 纵观权案 现有证据之间的矛盾 无法得到合理排除或解决 本案缺乏能够锁定廖海军作案的客观证据 证据之间无法形成证明 原审被告人廖海军有罪的完整证明体系 原公宿机关指控原审被告人廖海军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原公宿机关指控廖海军犯故意杀人罪不能成立 因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原审被告人廖海军故意杀人的事实 故原公宿机关指控原审被告人廖有 黄玉秀发包必须不能成立